早安youtube,我是豆腐 我還有youtube,豆腐です 在這個頻道當中我會用簡單可愛的小動畫 分享初學者也能懂的日文知識 本頻道的更新順序是按照日文教科書的聖經 大家的日本語有順序系統化的製作 所以最以前的影片就是最簡單的 可以按照播放清單上面的數字來看 去抓到自己不會的概念 上次練習是告訴大家 接下來我們要換成普通體 就是跟家人朋友講話的語氣 所以你必須要更清楚知道實態怎麼換 不然會一直卡住 叮嚀體的實態在12克有講過 如果你連叮嚀體都不會 都要弄這個的話 也不是說學不會 只是說多少會更吃力一點 那最好先把12克的內容先複習一下 再來看這次的內容 上次綠色標題是20克的前導 這次正式進入20克 在檀員這邊我會用自己研發的更好記的方式 來幫助各位學習 這邊我推薦的方式就是去把品詞分類 然後一個一個搞定集火 第一個我們要搞的是名詞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先學名詞是因為我們從第一課的自我介紹 不是我是迈克米勒嗎 這個呢就是一個以名詞為結尾的句子 而且是丁寧體的 所以我們學普通體 也一樣從名詞開始 接下來我們會按照現在肯定 現在否定 過去肯定 過去否定 這四個順序來介紹 第一步 現在肯定的 我是香港人 私は香港人です 這是丁寧體 私は香港人 私は香港人だ 就是普通體 我們可以看到普通體的時候 有沒有加大都是可以的 這個大 我們可以看作是です 的普通版 但是可以省略 第二步 現在否定 我不是公務員 私は公務員じゃありません 私は公務員じゃないです 丁寧體的現在否定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路線 第一個是 じゃありません 這條的 第二個是 じゃないです 這條的 兩個變化會不同 所以你要做的是 是兩個都要會 但是講話的時候 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講 這兩個じゃ 都可以換成では 但是語氣上會 否定感更強烈更嚴肅 要看場合使用 接下來要換成普通體 不管是第一個路線 還是第二個路線都是 私は公務員じゃない 所以普通體的話相對簡單 第三步 過去肯定 我是學生 私は学生でした 丁寧體在名詞後 放です 的過去是でした 私は学生だった 普通體的時候 把でした 換成普通的だった 就完成了 第四步 過去否定 我以前不是老師 私は先生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私は先生じゃなかったです 就跟現在否定一樣 有兩條路線 都是從上面變化下來的 可以看到第一個 是在後面加了でした 第二個是把い換成かった 然後一樣後面都是です い換成かった 這種過去式 跟い形容詞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知道 名詞的過去否定 結尾有兩種講法 一種就是 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一種就是 なかったです 以上所有的例句 私は都可以刪掉 因為你不講我的話 別人一樣可以知道 你是在講自己 到這邊 名詞的丁寧體 轉換成普通體 就已經全部講完了 是不是很簡單啊 只要你熟悉以上的這四個部分 其實一半就完成了 啊? 一半? 還有一形容詞 那形容詞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動詞咧? 哪裡有一半? 同學先冷靜一下 真的有一半 因為名詞跟那形容詞的轉換 是一模模一樣亮的 也就是說 雖然 藤原這邊先介紹了 名詞四種時態的結尾 那你把我們今天學的四個名詞例句 全部都改成那形容詞 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試試看 換成那形容詞的例句 現在肯定 子魚很漂亮 晶瑩體 吃魚は綺麗です 普通體 吃魚は綺麗 吃魚は綺麗だ 現在否定 豆腐不有名 豆腐は有名じゃありません 豆腐は有名じゃないです 過去肯定 奶奶之前很有精神 おばあちゃんは元気でした 過去否定 之前藤原的日文不好 藤原さんは日本語が上手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藤原さんは日本語が上手じゃなかったです 各位發現了嗎 除了把前面的私話改成別人 加上一些焦點的が 其他的句尾都跟名詞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這次的普通體轉換 你把他們全部牢記好 一半的變化就已經搞定了 這是非常事半封閉的 但前提是你的概念要建立清楚 這就是這個頻道的目的 幫助你在學習的路程上 指引出一盞明燈 讓你可以往正確的方向前進 那麼下次我們會開始介紹 動詞的四種時態 要怎麼從丁寧體換成普通體 這次的練習是 如果我想要跟朋友說 上次日本旅行的餐廳店員都非常親切 日文該怎麼說呢 請在下面留言你覺得正確的選項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如果覺得我影片出的太慢 可以考慮加入會員頻道 裡面會有我全部家教課內容的講解 一年的費用都還沒有一堂家教課貴 這樣我會有經費可以做得更快 以及有動力繼續製作新內容 我是藤原豆腐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